花蓮市的中山风雨球场去年底完成交标 在今年2月份正式开工了 现在施工进度是很顺畅 而且已经完成上凉 花蓮市长魏嘉贤感谢客委会 还有各级民意代表支持 更期盼这项工程在年底前完工 让喜欢运动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挥傻汗水 花蓮市中山风雨球场去年底完成交标 在今年2月份开工 目前施工进度顺畅 而且已经完成上凉 市长魏嘉贤表示 尽管施工进度如预期超前 但仍将严格要求工程品质和安全 也期盼这座风雨球场完成之后 可以成为喜欢运动的朋友挥傻汗水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到中山风雨球场这里 来做相关的一个工程上的视察 那在上凉的部分可以看到 整个进度 由厂商跟我们建造单位的说明来讲 是大幅超前 那我们也希望之后也能够按照 我们超前的速度继续把大家期盼已久的中山风雨球场 能够赶快来完工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这边真的可以变成所有青年朋友 能够来这边挥傻自己汗水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大家能够爱惜这个场地 在整个施工过程里面我们会严格的要求相关的工程品质 也务必请厂商虽然速度加快 但是也不要忽略到公共工程每一个安全性 那在此也感谢我们所有代表们的大力支持 还有客委会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的工程能够得到相关的经费 能够来私作圆很多花莲人的梦 这座风雨球场得来不易 从法规面和预算面都必须克服重重困难 并且在中央客委会还有地方多位县议员 及市民代表的经费益助之下才得以发包动工 后续还要执行球场区钢构及屋顶薄膜工程 厕所区的结构体工程 球场区的地平准修工程 厕所区室内外装修还有寄电工程 以及全区的景观及外管线路埋涉工程等 施工所表示如果施工进度顺利 而且没有受天后影响 渴望在今年底前就能完工 谢绿会欢迎市报道